丁孝勤黑心偷换标签价格!王思佳李妍景也受骗 李妍景,左,和王思佳,中,也被丁孝勤骗过。 图翻射脸书,20101803.11 McCoyle日前在脸书直播,指控丁孝勤欠钱不还,事后对方虽然承诺还钱,但丁孝勤为了转移焦点,居然故意放她的名誉。 因此McCoyle决定揭发丁孝勤更多黑心恶行,爆料王思佳,李妍景也都曾受骗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有一次王思佳要去丁孝勤的店买东西,结果丁孝勤知道之后,竟要店员把衣服鞋子跟包包的标签,全部换成贵的。 幸亏店员心里过意不去先向王思佳坦白,并把自己跟丁孝勤的录音档传给王思佳,才叫王思佳抄傻眼,没想到丁会这样对待朋友。 此外,李妍景也曾跟丁孝勤买过香奈儿的绒布包,后来去验货才发现包包是假货,可是丁孝勤却装傻说我也是受害者,也是跟人家买的,虽然之后李妍景有拿回钱,但对丁孝勤的信用已大打折扣。 Machael更爆料,在丁孝勤答应还款38000元给自己的子子胖姐之后,居然打电话跳玻璃剑,说有记者讲Machael的坏话,指他家里常有流氓出入,还骗过女明星去夜店陪酒,事后Machael打电话询问该名记者,才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。 至此,Machael对丁孝勤已经彻底失望,认为他不惜捏造故事诽谤朋友名誉,决定与他绝交。